当然当然 来来来 血压膏呢 在这根部 做它的十字线 这个呢 如果父母自己有这个病 也可以不用子女 看电视就可以做 看 然后自己做它个36下到100下之间 血压的那个水银柱 会平稳地降十几个到二十个 哦 比方吃饭之前很饿 吃两口突然就饱了 是 这是不是也是胃病的一种体现 是脾胃不合 脾胃不合 脾的运转不好 胃的吸纳也不好 那么在脚上呢 一会儿帮我看看 我好像脾胃真的不太好 在脚上 这个大智骨小头这儿呢 第一横指是胃 第二横指是胃 胃尿病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地儿 这个是左脚右脚统一的吗 两脚都有 第三横指是十二指肠 那么糖尿病呢 就多做这个一线 没有什么道理 但是我一般我就做三十六四 六六三十六 哎呦 这两个数字我都特喜欢 是 那你改名啊 叫围九六吧 我看这事靠谱哎 九六啊 脚生指了名字也改 叫围九六 有人说这个父女同同同同志们怀孕 比如说胎胃不正的时候 据说揉揉脚也能有有有作用 揉好像作用不大 那得怎么个做法 温揪 温揪 那你揪揪在什么地方 这个穴呢 再呀 这个反射 这个 哪个脚 就归为穴了 大家得看 等会儿 杨老师 这女生的看我的脚 你就现身一下嘛 好吧好吧好吧 虽然你不可能那样 但是你有这个器官 在这个 我有哪个器官 脚上 哎 这得说清楚了 这个 今天真的这个棚里好热 这个小脚趾 指甲旁边一分的这个点 用那个温酒 点着以后 稍微滑了滑了 滑了滑了滑了 怎么滑了的方向 卖了滑的方向 就是葫芦估 把这热视解一下 让卖草做的那个 做的那个卖条 爱押角 爱好在一般的药店都买得到 对 这样呢 顶多做三天 你就上医院去检查去 正老 诶 这事你怎么那么清楚啊 要正老 但是 但是你说 看这挺省事 我天天做 我给你做一个礼拜 那孩子受罪了 晕了 翻了好几圈了 这有那么什么杨老师 跟在家公仓似的 你要第三天 做完了第四天去检查 还没转过来 再做一天再检查 因为他们检查的很方便 拿手一掐 就知道是臀部入位 还是头部入位 只要头部入位 别久了 带久他又折腾过去了 哇好准 杨老师 那有些就是 比如说那个孩子 在肚子里头被棋带绕住了 那怎么办 那是妈妈太勤劳了 比如说将来你老婆 要想够立跪上那双鞋 在她怀孕四个月以后 你就坚决不让她够 但是你得够 就这种拉伸的动作 就容易把棋带拉长 再回来小脑袋就套上了 有的人绕进三周 那这样的孩子 下来就得在这保暖箱 还有的就窒息了 甚至于产生过长 小孩大脑脑细胞死亡 生下来就出现脑瘫啊 什么这些 我理解就是 如果这个母亲怀孕在四个月以上的时候 尽量少做这种拉伸性的这种运动 横的还问题不大 别竖着 就是重的 重向的 这样伸没关系啊 没事也跟伸的 没事就窝起